林志坚的论文们有了新的发展 今天传出当事人之一的于正皇会出席台大的评审会 来为自己是否抄袭来做说明捍卫自己的亲语 但是反观林志坚又躲起来了 传出林志坚不会出席评审会 只会提出书面的资料 林志坚跟陈明通两个人都不出席台大的评审会 你们到底在怕什么 你们为什么躲起来不敢正面对决 不敢跟于正皇对职 难道林志坚只是想要拖延吗 那么我们看到林志坚的律师 也是民进党的御用大律师黄定义 竟然提出要求苏宏达退出评审会 才愿意让林志坚去参加 这个是黄定义他的一个拖延战术吗 林志坚你只敢躲在一个政党的保护伞 用政治的手段来拖延台大审你的学术论文 有没有抄袭吗 这样的做法真的是太卑鄙了 今天林志坚不但是一人毁权党 甚至要用他一人的学术的沉沦来整个的带领 整个的台湾的学术伦理都要跟你埋葬下去吗 这样的拖延的手法只代表林志坚心虚不敢 持球对决只是会躲在民进党的保护伞而已 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中华大学的评审会在成立的时候 竟然中华大学的公管科的系主任马恒 他竟然爆出说他要请辞不干了 这代表中华大学显然遭受到非常非常大的压力 我们都知道中华大学是私立学校 而他的董事会里面的董事长根本就是民进党的发言人 在林志坚论文门爆发之后 中华大学的董事长李延会一点都不避嫌 数次的公然的去包庇林志坚 简直成为林志坚的发言人 这样的一个作为 让中华大学的教职员或评审会 参加评审会的这些老师怎么敢秉公处理 我想这位马主任他为什么最后请辞 当然第一个他如果今天做出让这个林志坚 说林志坚的论文是抄袭的 那对于一个私校来讲 他是得罪了董事长 看来他未来在学校应该也是很难混的 但是如果他今天做出林志坚没事 我想这位马主任也不愿意自己的一生的学术亲遇 随着这个林志坚一起牺牲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中华大学从之前我爆出 林志坚的亲信张立可 平平和中华大学的老师联络 形成一个无形的压力 而中华大学的董事长李延慧 数次公开甚至上媒体来力挺林志坚 都是公然的施压 民进党你还好意思说别人介入校园干预校园吗 这件事情就是血淋淋活生生的例子 就是民进党的恶势力 在学校里面发挥他的一个压力干预 而使得在这场中华大学林志坚的论文的评审会组成的过程中 竟然评审会还没有正式做成结果 那么应该担任召集人的主任 就只好黯然请辞 这真的是台湾学术界高教的悲哀 脑力耗尽需要睡眠 睡前30分钟来包泵泵水 放通心情 舒缓焦虑帮助睡眠 让你睡得好精神就好 充饱店再出发 蜡气的推荐代码CTI567 还有主播出人物CTI444